第一,如果我們數到丈夫有多少長處和好處 如果他只有兩樣的,你都會擴大 經常都欣賞那兩樣東西 除了可以數到的好處,對你的好,長處 如果沒有他,你的生活會怎樣 例如你孤單很多 但可能有些人會說,我沒有他,我真心開心 有些人會這樣,很可惜你選擇結婚 但當你想想,有很多日子 有另一個人在你旁邊都是一個禮物 當你這樣想,雖然有些時候你不太覺得 但他的確有另一個人在 當你有事的時候,他都會跟你看醫生 在你需要的時候,他會幫你 有另一個人,就算他完全沒有聲音 也有些小聲音 就算什麼都沒有,他身體都是暖的 也有一個人在你的屋裡 也有另一個活著的人物在你屋裡 除非你說我真是煩得很緊要 即是真的數不到任何好處 你數得到的時候,我都很難你告訴他 但當時你不要羞辱他 即是不要說,你真是很少好處 不過是一樣好,你還有一個人都會說話 在你屋裡住,你就羞辱他最嚴重的程度 即是說出來,其實沒有什麼益處 你就試一下欣賞他 這個都是保羅所說的 凡是美善的,凡是真實的,凡是美好的 有美美的,都去紀念 即是滴禁都有很多紀念 這樣的時候的關係會更加好 自己有享受 有美美美 oil